大家好,又到了港人港市的事後 今天要跟大家說的第一宗新聞就是 在昨天的時候,立法會就三讀通過 2023年的區議會修訂條例草案 重新搞定了區議會的組成方式 在89名出席議員裏面 除了主席梁骨言之外 88人一致投贊成票通過這個法案 真棒 麥美娟,我們的文青局局長 麥美娟女士就說了 改制之後 將不容許害群之馬進入區議會 為禍害香港多年的政治鬧劃 劃上鍾止符 其實我們看到 現在香港的情況 不要這麼犯政治化 今年我們覺得直選議席 由452個 減到剩下88個 這個絕對是大快人心 A君和Sky 你們好 沒錯,大家好 大家好 減至88個 同時有179席委任議席 以及176席 由3個地區委員會 組成的成員 所產生的議席 這些委員會本身是由政府委任的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不要太犯政治化 為地區服務 就為地區服務 不要在那裏做政治的本錢 有很多人士 我相信聽到這個消息 都非常開心 我身邊也是鼓勵 一些朋友出來參選 希望他們多些為地區服務 是不是?A君 Sky 是啊 是啊 就是這樣 政府構成 要廣泛代表性 但是有很多人 一定說 那是不是一定要選舉 其實A君 經常說 選舉 只是體現民主的一種方法 選舉不等同民主 所以 其實 現在是說 有代表性的政府 現在就算是來自委任也好 什麼事情也好 總之不同的界別 在裡面是有它的功能 發聲也好 投票也好 其實都是一個 具代表性的社會 所以 大家不用一定說 哎呀 一定要怎樣的模式 這樣 我們人類的社會 還在進步 那時候覺得 要這樣做法 是最合 最對的 可能過了一段時候 例如A君經常都說 一人一票 其實我到現在都認為 是一個愚蠢的制度 為什麼一個 什麼事情都沒有研究過 甚至乎 最多不懂得多個 和一個天天對著政策研究的人 大家投一票 是同樣的份量 我不認為是應該這樣 我會認為是 真的有心機去做事 那些人的影響力 是應該因為他做了的事情 而提高 就等同現在的區議會 有心等到社會上 不一定要周圍抱 周圍和人握手 或者笑容特別靚仔 就拿多兩張票 有很多人是 強於做事 不強於拉票 也有很多人是 做實事 多過吹水 那些人 可能在選舉 不是一些最成功的 但是如果找他做事 可能是令到整個組織 是可以更新的 那今次整個區議會 除了選舉之外 還有很多關愛陣營等等 補充社會的不足 例如 阿Sir 早前你也收到 有讀者 有觀眾的留言 是不是 是啊 沒錯 這一方面 那位觀眾呢 阿Sir 你說還是怎樣 你請說 你說一下 我給A君看了 我就很短短地說 其實就是要說一下 這些地區的事務 就是怎樣被黃人把持等等 是不是阿Sir 是 沒錯 沒錯 詳細我就不說了 大致就是地區的事情 被黃人把持 很想我們在節目裡說一說 跟立法會的演員去反映 其實被黃人把持 這件事是很嚴重的 但是其實這個是 在立法會裡面 立了法 再被哪裡去做呢 就是現在的完善地區選舉 那方面去做 例如 關愛隊 例如 其他那些議務組織 那些 那些 由那幫去代替 這一幫政棍 去為地區工作 所以 A君是非常支持 有不同的途徑 去參與地區事務 比之前 只是幾年選一次 選完之後 都不知道那個是誰 甚至乎 有很多奇形怪狀的事情 在2019年之後的選舉出現 好一萬倍以上 交回給兩位 Sky有什麼看法 我的看法呢 我看到我真的覺得 又是一個很好的成果 完全選舉制度之下的 以後大家就不會見到那些蛇齋餅種 以前的俗稱 大家香港人都見得多的了 現在的制度 我看到真的要以民生為主 就不是想著以前 好像他們整幫人 是為了什麼 奪權的 就不停在那裡搞這些 不是為民生的事情 但是有民生有事 那些時候又幫不了手 所以令到市民都是大失所望的 之前很多人都說 我得不到幫忙在那個地區 又不見影 甚至乎叫你找對面那個議員幫忙 那些什麼情形都有發生的 那現在剩下20 就是這麼少的演藉 那你就去選了 我真的要體驗你們所說的民主制度 但是不去以前的四年一屆 全部都是選出來的 而且這次還會引入這個 諮審調查制度 還有他們那個主席 就由18區的民政事務專員擔任 你想想之前那些主席 是多麼不堪呢 怎麼跟我們的局長對撼 就是講完一些 我以為是很垃圾的 根本是針對政府 完全跟民生 所有的社區服務是無關的 那現在我看到 說真的市民期限了是很久的 如果能夠我們出這個計劃 大家探接到之後 應該市民大眾 是會感受多一些的幫助 這個是我很想表達 因為以前 其實區議會真的做地區 就是為民生 但是大家看到 被人霸佔之後 根本沒有做過 完全沒有做過 至民生不顧 那不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 深層次問題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職願呢 就是因為沒有人幫助 現在看到這樣的情況 我是拍手掌的 很希望 政府接下來的制度越來越好 最重要的是 衛及到市民的一個 最好的改變 交給大家 有些事情 例如這位網友提到的 威 他就留了一言給我 他就說 很多屋苑裏面的業主立案法團 被一班已經DQ的反對派 過去議員進駐 爭上位 在屋苑裏面的一則話事權 令到多個屋苑一塌糊塗 我這件事我已經知道很久 亦都有跟相關的朋友提過 他就說 上至AO 下至AO 都不太理會小市民的感受 我希望這些情況得以改善 我相信特區政府在未來的一段日子裏面 應該關注一下這些 有關 業主立案法團的問題 因為這個是民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我亦都希望 這件事透過我的節目 如果有政府官員有聽的話 這件事就一定要解決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這班黃人還是死心不息 對不對 我們今天前一陣子 我們剛剛看到 有八個人被通緝 一兩日之前 接著 接下來 有一個懲罰Mira 又被人 突然間拘捕了 對不對 這件事真的 我覺得 非常之正 有四個人被拘捕 現在 這班人被控涉嫌 機場還多了一件 現在五件 因為他要走路 結果發覺出不了警 結果就搞定了 所以這件事是不錯的 因為他涉嫌金門羅冠聰 說得出一道 A軍 交給你這件事 這件事是這樣的 星期一 3日 法院提出了拘捕令 要拘捕那八個人 A軍 由於這八個人太討厭 所以A軍 又要佔用時間 去說他們的名字 說出來 任健鋒 袁公儀 郭鳳儀 邁國求榮鏗 郭榮鏗 約智峰 許智峰 孟少達 尤祖迪 和羅冠聰 羅三七 這八個人 就是被通緝的 任何人 如果是說 跟他聯絡 和 都可以 動他 當然跟他聯絡 都可以動他 但是 這次做 其中一件事 就是要切斷他們的資金鏈 事隔兩天 去到7月5日 警方那邊 或者有關方面 包括國安局 根據情報 就倒破 這班由香港中箭 成員 成立的懲罰 me 這個反政府的網購平台 一抓 就抓了四條粉人 其中一個就是香港中箭 這個主席 前主席 林朗彥 調查 就關於他們 售賣 就是這些 涉毒的產品 和他們 將售賣的產品 是資助 這個 傳統 傳統 傳統海外的 這個 羅三七 包括了 拘捕的人 26歲到28歲 林朗彥 還有 另外 來啟程等等 全部都是香港中箭的一班人 這班人 就涉嫌透過一間叫做家城顧問有限公司 就在這個葵聰那裏 中了一個辦公室 就在網上 成立一些的平台 在平台那裏 成立一些Apps 那樣 提出這些反政府等等的訊息 也都是煽動 憎恨特區政府等等 還弄完香港毒辣的貼文 那樣的 亦都資助那些逃亡海外的人渣 就好像特兵一樣說 這批現代漢奸 縮頭烏龜 前香港仲賤的羅三七 包括在內 這個懲罰咪 原來在黃色經濟圈那裏有賭 聯絡了不少 一些黃店 當然他們賣的東西 說就說賣東西 其實有時顛到 是一張東西 隨便寫著香港毒辣 又收回到一百幾十 那樣 買賣的人 其實某程度上都是 用錢去資助暴動 這個學問仔 林朗賢 花腦非常厚 原來屬於 大家看到他的樣子都認得 一條非常醜的死皮仔 但是也是一個死監等 是這個學問中屬於非常激進的一條粉人 他就說2014年的時候 試過反新界東北撥款 去足枝和雨傘 叫開立法會的綜合大門 接著也在反國交道上做一些非常白癡和暴力的行為 結果就是被判13個月和社會服務令的那時候已經是一個死監等 不要用這個詞語 不要用這個詞語 在囚人士 也是一個監等 在囚人士 OK 他也是一個死在囚人士 OK 好 繼續 他只是說他是死 沒有說其他人是 好 這個死在囚人士 在這個反釋法的活動 衝擊警方 2019年的時候 折著當時的保安局局長李家超 去交流逃犯條例 甚至乎和一群粉人衝入場 抗議其實就阻止政府在這裡和公眾溝通 當然一路數下去當然 一定要數去那件事 為警總那件事 這件事他就被捕 事後就是被判 這個入獄7個月的 那條粉人就是2021年4月 蹲完出來 所以其他的在囚人士 或者釋囚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A軍用在這個人身上 是要加個死字的 交給大家 小心黃標 OK 好嗎 行不行 我明白A軍為什麼會加這個字 因為的確是抵的 抵死的 行行行行 不要再提 小提小提 各位給面 好 繼續 積累這麼深 已經做了這麼多 大家千萬不要看它 好像是年輕 不是年輕 一早就已經很盡力 之前大家都知道 另外一個很出名的 什麼之鋒 一堆的 這班傢伙 作惡不少 在香港這麼多年 在推動這個顏色革命 最後推動高峰 其實他們這班傢伙 參與得很重要 所以為什麼我們這次 為什麼我們抓到八個人的時候 我其實是特別開心的 因為我們有同志 問那些警察朋友 怎麼看這件事 人們會覺得 他們在其他地方 做不到這什麼 有很多的理由 甚至乎 你制度白色恐怖 我們即時 已經反駁回 在場所謂問的記者 但是其實意義更大 大家現在就看到了 其實這幾幫人 我現在告訴你 我通緝這幫人 但是像你所說 那有什麼衍生出來呢 就是他們的黨禦 還有他們的資金鏈 所有跟他們有關的東西 都會一拋抽出來 這才是最正的東西 因為由你這幫人 引到後面 我們都很想抓 這些不是遠對抗 這些其實是硬對抗 遠的那幫人還沒抓到 但是這些硬的 撐著他們 這一幫人 當然是非拉不可 首先是直接斷了 我已經很呼籲大家 其實你們 不省不省也好 等錢花也好 或者被他們騙了也好 其實知道 最好是舉報 越舉報得多 其實對我們香港是最好的 還有市民都可以盡得分辨力 現在看到他們這麼多的 我叫他們黃色豬肇圈 我當是豬肇圈而已 不好意思 我唯有這麼說 因為很多人都很難吃 既然是這樣 也都現形出來很多名字 之後接下來 還有曾經幫過他 不知道的 笨笨笨 其實你可以說不知道 給他10元 20元好 買一張紙也好 100元 其實會不會有機會 都是違法呢 我不知道 但是起碼讓你們幫人 很害怕 因為你真的是違反 我不管你違反了什麼 但是肯定是害怕的 這件事已經收到 我們除了這些 八名通勢人士之外的 其他的 我們想收到一個結果 其實現在還沒有做完 不是的 因為那班人一定是不斷走的 說真的 機場我覺得 已經是有班人等著了 你們不用知道 離開香港 一去就有塔利 很簡單 我不是去拘捕你自己走 不是有自動的一件事 放上網 其實我是很開心的 你不就儘管走 每走一個 那又只有一個 這樣就節省了很多功夫 說真的 而且 這次我覺得 政府 或者好像我們 強強 保安局部長 都這麼強烈去做這件事 大家就可以看到 其實這次不是小二科 是很嚴重的 我覺得是很嚴重的 現在是 香港正常市民應該是最開心的時候 因為大圍捕 就已經 慢慢地顯現出來 這次就五個難 也都有交代過 不排除繼續有人會被捕 這次支持羅冠浩 這件事是不是最重要 其餘那些人 有沒有接受其他的 Patreon去 灌水給他呢 我聽說之前那個圓 那個圓漢奸 他好像說有很多 Patreon的東西給他 我看過 這個什麼 匆封都有的 都有一個Patreon 我見過的 我見過的 是叫人入英鎊的 這個也是透過香港 你可以入錢下去 我想 如果哪個人 入過錢 現在都很害怕 所以這次這件事 為甚麼要再說 真的很適合 因為接下來 就是我們市民 最大的期望 就是去拘捕你們 是嗎 A軍大佐 交給你們 我先提一提 因為經營頻道 不容易 所以我就會 盡量去配合社群條例 有一些傷害人的語言 我們都不說 因為長久的經營 其實是困難的 希望A軍給大家提醒 提醒一下大家 這一點是 我做節目的一個 最重要的原則 我覺得 有問題 復了法 OK的了 這是最重要的 說回這一點 我就會看 懲罰Me 這個所謂的Apps 名字已經改得非常之差勁 他的王店參與者 很多間 總共有7500間 據聞 今天 看過TVB 新聞訪問 訪問了湯家驊 他就說 與懲罰Me 合作的7500間 黃店 其實 都有可能 觸犯 國安法 如果 有一些人 明知 某間黃店 是與這個Apps 有合作關係 又去 光顧這間 黃店 其實 是有機會被捕的 現在 警方 凍結了 一間公司 所有資金 作出調查 過往 曾經 光顧過 透過Apps 合作的黃店 如果他們 使用 非現金 交收 沒有事 可能 都會被警方 邀請 警署協助調查 這件事 其實 我覺得 做得非常之好 因為 這些 經濟圈 又用顏色去分 正正是 顏色那類 對 沒錯 沒錯 這次 有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過去 有不少人 邊緣 喜歡做 什麼 扮黃 騙黃人錢 大家都知道 要騙黃人錢 只要跟他們 同聲同氣 做到東西 好像刀屎 那麼難吃 他們都來吃兩口 當然 無隻追生物 吃的東西 跟人類當然是有些分別的 那些傢伙 就這樣 真是賺到不快錢 正如你所說 隨便印一張東西 寫著毒辣 這樣又賣回一百幾十 多好運 正正經經那些 好了 那些傢伙 是什麼呢 有不少扮黃 人血饅頭 例如有些唱歌 那些無端端 說疑似在示威地方出現過 這幾年又被人捧 做最佳男歌手 真是順暢 好了 這些是不是扮黃呢 那我可以告訴你 有些是扮黃 但是呢 今次這件事件出來之後 就是 你可以知道哪些是扮黃 哪些是真黃 真黃的 就是被人抓那些 其他那些 扮黃 只是賺你錢而已 哇 死黃人 小黃人 其實 你們的錢真的很好賺的 隨便和你們說一些類似的事 又不用說明 你又不斷課水過來 醒一下吧 小黃人 交給大家 很難醒的 這些不是裝稅的 這些是真的沒得救的 最好就查清楚 因為香港這些人 其實現在都不少 是不是 Sky 是啊 我覺得真的很多 你看到這麼多間店 怎麼會少 加上有些 還在隱藏著 應該還有很多 所以我們就要想辦法 怎樣可以 起碼我們現在 固定了一群人 起碼我們有個底 知道原來這幫傢伙 是 偷水的 說真的 之前我報太到 有些人說 他是扮黃的 是不是 為什麼轉頭又說 很愛國 這些人 就是 吃兩邊 我認為是 你們 就愚蠢給錢 我想回到 上兩三個禮拜 我經過一間 我朋友指認 這一間是黃店 是很古怪的 那些人在裡面坐 很多人不吃的 坐在那裡 但是我看這些東西吃 又不是很精美的 他們接著就告訴我 這間是 是 我問 原來是這樣的 我看到他們吃些什麼 原來都 很多人光顧的 就是說 有些小朋友 原來被人找了 他們竟然說 不要出聲 就說 不要吃我自己不去算了 不要 不要是那些 他跟他說 千萬不要 會出賣一些手足的 很心理地 明明不好吃的 你們都會掩著良心去說 真的有問題 難怪可以狡惑到你們 所以 沒有話可說 現在 追隨你那幫 大家看看 追隨你的人 和被追隨者 接著又看看大衛sir 他們正在做這個 《赤人案》這件事 你看到人的質素有多低 但是竟然有這麼多人相信 真的要重新 想一想 現在我們香港年輕人 究竟會不會 是變成這樣 真的很擔心的 會被他們誘惑了 不知道 很希望真的 家長都有責任 像你所說 法國就是這樣說 小朋友犯事 家長都有責任 我很希望家長都留意一下 弟弟 是不是都很喜歡上這些 黃色的圈去看 支持甚至乎 討論 講關於他們的事情 其實這些事情都有機會犯法 現在我們是提醒你們 真的有機會犯法 所以就給你們一個提示 很希望自己 不是想犯法的人 千萬不要踏入這些圈子 這個是我看法 加輪的大術 非常好 A軍還有什麼要補充 又是那句 過去你們就淘汰了很多水 現在就發現 那幫人 是不是假裝王 跟你說 民主啊 自由啊 光時啊 光光獨立啊 然後就在找你水 那你就麻煩 是時候去想一想 既然你做了這麼多年 你又看一看 為什麽那幫人 去到法庭那裏 突然之間會不同的樣子 為什麽之前又說 啊 怎麽樣要走出來啊 那幫人 現在全部 有國安法之後 沒有影子 是時候去想一想 為什麽 這麽多 正常的前輩走出來 會說那幫人不對 你這麽多年聽不入耳的東西 現在是時候 看清楚那幫人在那裏 扮黃 找了那些好處 有幾多人 在你面前 腦哄你 意圖要找你們 去做一些 他們不見得光的事情 現在那些事情 爆了之後 他們不夠任何責任 就潛了水 是時候 睜大眼睛看清楚 再想回之前那幾年 有多愚蠢 交換給阿Sir 這個是很愚蠢的 尤其是 我們看到下一單新聞 就是講 張家朗領長那一段影片 有人配了那一首 什麼歌曲 榮不光 他就說沒事 應該沒有問題 結果 就被裁定醉成 這件事 其實都是有點底的 是不是 SKY 簡直是底 因為其實如果那首歌 獲獎片段的話 就必須要 和只能夠播國歌 我們的裁判官 屈黎文 女士 這樣說 我覺得 是說得很正確的 對不對 喜君 你先說吧 其實這件事 顯示一件事 那些黃的那些 其實是活在自己的世界 所有東西沒有求證 覺得 我喜歡配哪一首歌 就配那首歌 不是 那個是各歌才可以播的位 你播其他東西 都是不對的 這個世界 是有很多規矩 亦都是比你所認識的東西 複雜很多的 所以你會覺得自己 橫行都可以 我喜歡怎樣就怎樣 不是這樣的 你覺得 你以為是怎樣都可以 是因為你無知 是因為教你那幫人 一是老哄你 一是跟你一樣的無知 所以以為橫行都可以 也是那句A官經常說 是時候睜大眼睛 去看清楚自己有幾屎 交給大家 OK 好 其實我做了很多節目 包括最近 劉偉聰 還有何啟明 文協那位 說推翻政府 一時又說我們推翻政府 一時又說不是 其實在前後你都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不過稍後再跟大家說一下 大家有興趣看回我初選案的影片 你就知道我有多搞笑 好Sky 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交給你 我的看法就是 各有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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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有加規 不要以為你一手 我看到一個求情理由 當他求情的時候 又說是無知 二事創作 沒有想過是這樣的 這些是很牽怠的理由 我很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這件事引此為駕 是吧 法官都說明 是會判這個入獄的 即是你們怎麼求情 又說判什麼感化令 我相信不會 因為他們經常都說 今次是第一單 以這個上載 即是編入獄的 即是這條片裏面 而入罪的 其實算是第一單的 既然是第一單 我覺得 以這一單做案例的話 就必須要判處入獄 就是以警效量 否則 有些人就會覺得 扯了很小事而已 其實法官都跟你說過 其實是很大件事的 因為你覺得是這樣 其實你做那一刻 你已經在侮辱我們國 有些人真的不明白 有幾大件事 我可以告訴你 是很大件事 甚至乎有些人覺得 謀殺都不是這樣 是的 比謀殺更加大件事 因為是涉及到國家安全 國家安全 大哥 大家都在看 現在外國是在封我們 如果你們喜歡 我們要把那些人 繼續在那裡擾亂我們 他們覺得是玩玩玩 可能有些真的是無知的 很多都是故意為之肯定的 如果你用無知去打 麻煩你們看清楚 你們犯了這些法 被我們抓到的話 不可以用這些低能的理由 因為觸犯國安法 或者是侮辱我們國哥 不管你是無知還是有知 你都必須要受到很嚴厲的懲處 這樣才會彰顯到我們這個 法例的嚴厲性 這樣才可以警嚇人 所以這次看到 他求情的理由我覺得 而法官也會講到 接下來就會再宣判 這次一定會 大多數都一定要考慮 判處即時入獄的 其他人不會再考慮 那些求情理由 這件事我覺得 都是彰顯到我們 不能夠玩玩玩 法律在面前 或者擺在那裡 絕對就是要有嚴厲的 這樣執行 這是我看法的 非常好 A君有沒有補充 A君最後又是跟這班人說 我知道你們在想 你們說我們要下課孫中山 這樣A君又要重新說一次 孫中山說 推翻那個 是一個腐敗 以及不能夠保障到國民 不能夠保持到自己國家應該有的主權 但是現在呢 中央也好 鄉島也好 都是能夠維持到我們的權益 維持到我們的國家的主權 維持到我們的領土完整等等 所以 如果你突然之間推翻這個國家 這個國家的主權國家 那你呢 其實 是在這裡推翻很多人的安全網 你推翻了之後 有些什麼可以保證到 我們的權益是不會受影響 你憑什麼保證到其他人不會揮兵進來 你憑什麼保證到我們的領土不會被人掠奪 你憑什麼可以保證到我們的商業也好 人身自由也好 跟其他地方所簽過的合約 能夠實行到 所以 如果你們以為 推翻那個 推翻那個 很好玩 人做我又敢做 個個都是這樣 沒有問題 如果都不是殺人放火 錯了 我告訴你 這條罪名其實在A君眼中 比殺人放火更大 殺人放火已經很大罪 因為已經嚴重危害了一個人 但是你們的所做的 如果被你們成功了 你們是危害了數以億計的人 所以你們的所作所為 無論你是否成功也好 你的意圖 其實背後就是要令到數以億計的人 是更加淒苦 所以你們所犯的罪行 是非常之嚴重 交給大家 其實我在這裡 都說一說 何啟明那件事 何啟明當初在初選的時候 就在她的是非book上貼文 當中提及要光復所謂的九龍西 然而在過去一年 他這麼說 香港人和勇一體 團結守望 還有 還說 在香港重干之後回望 也不過是敵人滅亡前的瘋狂 然後呢 他說 他不是要推翻政府 和勇一體 其實 是 怎樣的意思呢 他說這些 完全都是選舉上高的 詞語 那我就覺得 哈哈哈哈 真的他沒有病 真的沒有意思 我真的覺得這樣 那 法官就問 選舉詞語 要應責的時候 我就當沒事了 那法官就問他 那法官就問他 你那時候 你明明作弓的時候說 你要和政府打交道 那你現在 又說要敵人滅亡 你究竟想怎樣呢 還有他裏面有提到 什麼敵人反對的 我們就要堅決擁護 我們就要用盡一切的方法 告訴全城人 香港人是不會投降的 那你又說特區政府 是港共政權 然後又說 港共政權 其實他說他的行為 特區政府的行為 好像共產黨政權 哇 那就是怎樣 你是不是有些思覺失調呢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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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覺得 很大問題 這班人 為什麼當年那麼多人相信他 還有你看回頭 那7500所謂的懲罰咪 這班人 我覺得代表的人數真的不少 可以開店出來做生意的話 還有他們的月收入 是超過350萬的 這350萬 去資助其他人 這是不是很大的罪行呢 所以香港 我也說 自亂西 用重典是必須的 榮光 這些 什麼 那件事 其實都是要這樣做 這樣就對了 對吧 好 那接下來我們談不談 社會新聞 還是談老美 A君 經常是你作主 社會新聞 社會新聞那件事 我們就回到後再講 這件事是比較悲哀一點的 有位媽媽就因為 就是抑鬱症 抑鬱症 所以把初生的BB 結束了他的生命 那我覺得這件事 很值得跟大家聊一下 A君 講一下你的感受 請講 抑鬱症 最近抑鬱都很受到關注 天后 利敏 因為抑鬱症 自己離去 其實A君 過去幾年 偶爾都提醒 精神健康 那些事 有少少資料 講回 這個SARS 當年 剛剛告了之後 那個自我離去率 是歷史新高的 是10萬人裏面 有18.9個自我離去 現在 鄉島剛剛復常 數字沒有 但是 這個真是 其中一個 A君認為 非常值得關注的一點 還有 有很多關於抑鬱症 原來 過去 去年 有6萬6千名 抑鬱病人 在醫管那裡接受治療 是比2018年 即是黑暴 以至新官之前 是多了1萬個 新政輪候的中委數 就由30週 已經去到40週了 各方面的數字來講 其實都令人非常擔憂 所以這裏 又是跟 網上網站旁邊的觀眾說 注意精神健康 千萬不要以為小事 有病向前中醫也好 什麼都好 又是說回 最近大件事的 這個 學理會廣場那件事 都有很多人去找 專業人士看 九成是可以走出陰霾 這個也是一個很 鼓勵性的數字 也都很鼓勵 身邊如果真的覺得 有些很不妥 盡快找人幫忙 Sky 怎麼樣 我都覺得 其實這件事是悲劇 真是一個悲劇 最後那個官 都是判了他的警察 沒有說判他刑 其實都是看得出這個女士 她自己也有病之下 其實她沒有了小朋友 之後她也會很難過 也可能很深的陰霾 為什麼自己會選擇 會將自己這麼辛苦 間下的 但是又令到自己 不知道為什麼 覺得阿臭很辛苦 很懶惰 而又沒有得到家人 很悉心的安撫 這件事都很緊要 譬如說她丈夫 其實不知道她也有 慎過 其實她很辛苦 她經常哭 每一個 我都照顧過 你是男士那麼清楚 媽媽就特別清楚了 像你說的 棉乾碎濕 對一個小孩 是很緊張之餘 但是如果你有時候 是因為你那個 你那個 賀爾蒙的影響 令到你有這個抑鬱症的時候 再去這樣 是很痛苦的 最慘的是身邊的人 就說 你休息一下 或者你說的 其實是不行的 你應該真的要立刻帶去看醫生 可能會阻止到悲劇 因為正確的治療 真的非常之有效 而且有些 如果你有些 剛才生了小孩 而有些 你太太也都向你講過 很困擾 睡不夠睡 睡不著 聽到聽到就很緊張 這些是很多人都經過過 做丈夫的 或者身邊的人 真的要帶她去看醫生 不是用你自己一兩句說話 我明白 現在香港可能 大家都要去找吃 看不到這麼多 但是 也要理解太太的感受 雖然不行的話 你就立刻找親戚 陪她去找醫生 一定要找醫生 在私家你也要看著 如果你真的排不去的話 所以這次我也覺得 有人跟我說過 有些朋友也有抑鬱症 他們都說 他得到吃藥的醫治 但是在精神健康方面 就是見那個心理醫生 臨床心理學家 派到你去見 是更加漫長的 其實是不夠人的 因為精神心理健康方面的 範疇的人士 工作人士 真的沒有了很多的 這些職位 變成了一大群人在吃藥 但是相對就是 很少人得到這個心理的輔助 變成了其實 靠單方面是不夠的 吃藥也都是 有些東西 就是治療不治本 就是可能吃到你人呆了之後 但是不代表解決了這件事 心理學家 或者臨床心理學家 其實說真的 產生抑鬱症 都不是今天發生 相信他們應該有一個 更加好的 如何去疏導這些病人 我認為是 還有家人的配合 如果先生沒有空 會不會是奶奶 或者親朋戚友 都幫一下手 幫一下一些 剛才生了小朋友 真的臭到自己 你覺得他有些困擾 因為一定是不夠睡的 你要餵奶 就是要明白一下 他們不是想發怒鬚 怎麼會自己生出來 但是只不過是 可能說出來 人家不明白 就是說 你休息一下 是這樣的 其實不要說是這樣的 這件事很危險 如果大家醒覺些 真的這件事 我很想說就是 因為很多朋友都有這些病 我都曾經試過 其實是 算是不知道自己有病 但是不知道之餘 你也要找醫生 不要覺得 我睡不著 最近我的手很震 不是小事 加上為什麼現在多了 可以說 之前因為很多疫情 很多原因 使得可能生活不好 經濟受到壓力 家庭 無論是有些人 可能又剩下父母 到子女都走了 父母都抑鬱了 因為那些黃人 最喜歡放下他們 這些我看到社會現象 是真的很多人跟我掃苦的 這一類 所以我覺得 真的 大家很希望政府 無論怎樣也好 請多些人手 在精神健康方面去著手 否則可以避免多悲劇 不只是吃藥 因為那個 譬如我有朋友去看過 他說二十間的 就是入到學 有二十個房間是看病的 但是那些臨上心理學家 只有兩間房間是有的 你想一下 二十對二 你想一下那個對比是多低 如果每一個人 食藥之餘 都可以受到別人疏到的心理 真的會幫到很多 所以這件事 我不好意思 佔了一點時間說多了 就是因為我聽到 那些人受苦 而得不到幫助 而有些人不理解的問題 因為你們兩個是爸爸 那我就代表一幫媽媽 說一說 希望那些丈夫 都更加體積她太太 加回給兩位 第二個小問題 是不是生了嬰兒之後 第三天最抑鬱 不是的 不是一定的 應該是第三天的 書是這樣說 但現在我聽到的人說 你生了嬰兒 在醫院還沒什麼 回到家才是最大的問題 因為由你們兩個人離開 但是帶了三個人回來 就是多了嬰兒回來 你事前可能不幫助她 準備很多東西 但是有時候 可能有些 之前不是有個說 男士都可以放產假 其實都有用的 因為最關鍵就是 她帶了那個嬰兒回家 開始照顧她 那個嬰兒是會 你知道一肚子餓就哭 是的 就只有她一個人 她是很無助的 如果有一位先生在旁邊 輪流餵一下奶 是不是真的會減輕太太 讓太太睡覺 不夠睡覺 都是令她精神健康很差的 所以我想在這裡 既然A君問我 我多說一些關於 這個精神健康的問題 因為真的很關注 就是因為 如果愛惜太太的話 真是陪伴 陪伴真的很大 很大的幫助 不是用我的口說 是幫太太做一些事情 太太自然感覺到 不是我一個人 原來寶寶不是我一個人的 有爸爸的 爸爸有幫忙 這件事很重要 爸爸有些媽媽就會覺得 我生了一個嬰兒給你 你無緣無故就養了一個嬰兒 是吧 帶你去住活 帶你 你生的過程 你又沒有幫忙痛 但是到臭的過程 你都沒有幫忙去 令到她有休息的時間 所以最好就是 我覺得男士剷架這個 陪太太 其實挺好的 真是陪伴是最好的良藥 這是我看了一些看法 加上A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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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加上A君 盧重茂醫生 就答覆 鄧飛校長的看文 鄧飛校長就說 有調查發現 2018年 香港人的精神健康 是持續五年處於不合格的水平 因為最近本港也有很多宗 輕生案 或者懷疑輕生案 盧重茂醫生在書面回覆上說 醫管局在本年預留了大約超過 1800萬額外的撥款 去加強精神健康的服務 亦都包括真聘個案經理 加強社區精神科的服務 亦都增加精神科 住院和日間醫院的服務護理人手 和專職的醫療支援 還會加強精神科諮詢會診的服務 希望特區政府就做多些 還有 關注多些身邊的人 如果發覺他覺得很沉悶 有時候可能笑笑口 好 跟你說 你都要留意一點 因為對人歡笑 分分鐘可能是背人睡淚的 好 A君 差不多了 最後 A君最後 醒醒給大家 A君經常叫 關於精神的事 A君經常說 拿陳仲謀醫生 那些事就和大家分享 很多個月前 有寫過提振精神健康的提示 綜合了九個專家的意見 A君經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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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寫下想 自我反思 那些 第三個是臨床心理學家 提出 生活要有作息 要有在 精神也健康一些 然後第四個是精神科的醫生 他叫大家做多些運動 叫養運動 讓身心是健康很多的 好了 接著第五個 也是精神科的醫生 他就從心理角度去看 看回人很變話無常 要看得到這些東西 他不用那麼執著 好了 第六位也是醫生 我覺得 就要對自己好一些 例如 吃得落睡得好 天天女笑得開口 好了 第七位就是心理學的博士 覺得 不用 一定要對自己 這麼過份要求 也不要過份自責自己 接受自己的弱點 令自己會更加開心 第八個就是 精神健康顧問 他介紹大家 有空養寵物 養小貓等等 好了 最後一位就是精神健康的教練 覺得人生之中 日子有難有二 要用多靈活 暫身思維去解決問題 剛才留置九個不同的精神方面的專業人士 最後結語給予網絡旁邊的觀眾 說不定總有一招適合你 我會交給大家 好 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本來想說完老美 說不完 OK 下次有時間再跟大家說 下個禮拜六說吧 下個禮拜六說吧 是 什麼 禮拜六或者每天說吧 好 就這樣 請大家訂閱港理台 還有大衛常的頻道 留言 點讚 分享 提多些港理台 還有大衛常的頻道 感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 多謝Sky 多謝禮君 拜拜